接下来咱们开门看看这对夫妻 他们怎么表达他们的这种情感 来 请开门 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谢谢 来 两位小朋友请回 51岁的人还不能养活自己 还要吃一个七十多岁的 别人母亲的这个公养 至少应该对人好吧 能对人家妈好点吗 您想想这事吧 签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险计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老公结婚四年了 收入本来很高 现在生了二胎 公公婆婆从老家搬了过来 说是要照顾我们和孩子 但一分钱没带 房子是我们花钱租 生活费我们给 后来甚至把老公的几个姐姐也叫来了 我们的负担越来越重 根本存不下钱 还不如请保姆 但是老公觉得都是一家人 照顾孩子肯定也更用心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不是所有的婚姻都适合 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 这段话其实希望你的老公更多的听一听 因为婚姻毕竟是两个人要共同面对的日子 而大家庭的介入其实是帮你们忙 如果不是正忙反成倒忙 真的要好好的和丈夫商量一下 如何处理 我建议你一定要坚定的亮出自己的底牌 不愿意共同相处 那就要说出来 当然如果是父母需要赡养的话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也需要你们全家坐在一起好好地商量